目標 來到這個星期 馬桂準備帶入倒數階段 作為馬壇中人最期待 當然是季美派成績表那一刻 不知道哪一匹馬 可以成功登上香港馬皇寶座呢? 馬會日前公布了 貢軍人馬獎的候選名單 當中一共有六個獎項 包括最佳短圖馬、最佳一里馬 最佳中距離馬、最佳長圖馬 和最佳新馬 評選委員會還會在當中選出 一匹香港馬皇 想知哪匹賽區可以不負眾望 登上香港馬皇寶座 就要留意7月10日的 貢軍人馬獎頒獎典禮了 馬貴就快結束了 不過一群連馬獅 未到撒坡那一刻都勝負難分 作為馬迷的你 一定要用你們對金睛放眼 盯緊每場形勢 馬上送上賽日頭條 冠軍連馬獅之爭仍然鬥得激烈 現居榜首的大摩 僅僅以四場頭馬領先蔡若翔 這次七一香港共慶回歸賽馬日 他一共派出九匹賽區上陣 當中四匹上將都跑入前兩名 其中包括季內同情五戰 獲得一貫三雅成績的君月灣 另外還有上次全程在三碟 但最後都順利勝出的車神 最後還有入圍率高達九成的 花月流星, 猛將如雲 不知道他們可否幫大摩 鞏固領先地位呢? 每年馬貴殺科都非常熱鬧 有頒獎儀式, 還有騎士派紀念品 不過活動完之後 大家當然馬上閃 不過我聽聞, 原來連馬仔也會一起閃 波場上的名媛, 每個都爭言鬥禮 他們的行頭由內閃到外面 但不說你不知道 原來馬場上的馬匹內外都可以這麼閃 為什麼?難道他們裝了燈泡? 當然不是, 內外閃是指賽事中 有些馬匹本身可能力度減弱 又或者不肯受騎士控制 由賽道外難, 邪走向賽道內難 這樣就是內閃 相反, 有些馬匹可能平衡力不好 或者出錯腳, 由賽道內難 向賽道外難邪走, 這樣就是外閃 原來如此 賽事中的馬匹一心專注競賽 原來會受很多內外為因素影響表現 各位馬迷在觀賞賽事的時候 可以細心留意一下 如果想參考更多賽事資訊 可以登上HKJC.com 下集見, 再見